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肯定不会亏待人家女孩的 这也算是善意的谎言吧 孩子奶奶小心提议 不行 善意的谎言也是谎言啊 我们不能骗人 老公立马拒绝 我们是组合家庭 怎么了 好多结发夫妻整天貌合神离 也不像我们家庭这样团结有爱吧 再说 你就是瞒人家 人家一打听也会知道 我和老公结婚时 我女儿只有两岁半 儿子那时十岁了 对于父母的离婚 儿子印象很深 因为他母亲瞎胡闹 胡讲蛮缠 把家里闹得鸡飞狗跳 最后两人还是闹了离婚 老公怎样挽留 他前妻都不肯 孩子他都不要 只要钱 老公经受不住前妻 泼辣纠缠 给他十万块钱 才算了结了这段姻缘 儿子气愤的是 多么好的家 前妻不知足 非要搅散 他恨的是 离婚之后这么多年 他妈都没有来看过他一次 在他心里 只有钱最重要 村里面有谁告诉儿子他妈消息 他都不听 扭头就走 我们组合成家庭后 没有再要孩子 这些年来 我和老公一家相处恩爱有加 比周围很多家庭都要幸福很多 儿子学习成绩不好 勉强上了个直砖 就出去打工了 在农村 不上学的孩子 就要老早的说没定亲 加上他们这一查的孩子 明显男多女少 哪家有男孩子的 父母早早就寻没着说对象 就怕儿子找不到老婆 这一查的女孩子 要求也特别苛刻 城里有房 家里有车 那都是基本的条件 另外 还要看男孩长相 工作事业怎么样 父母是否年轻 没办法 女孩实在是太少了 符合年龄的女孩 一下午就要相识几个男孩 人家当然要挑最好的 老公和儿子就想着努力赚钱 让生活越来越好 我在家带女儿 照顾父母 再赚点小钱 经过我们努力的奋斗 终于在县城买了楼 又买了一台小轿车 儿子也到了说亲的年纪了 想着我们家条件也不算差 儿子在外面也不瞎胡混 没什么不良事好 工作勤快又能干 找媳妇应该不用发愁 去年春节期间 儿子也见了七八个女孩 本来开始印象都不错 后来就说不合适 有关系好点的亲戚就透露出 女孩一般都不找离异的家庭 打听到儿子是这样的家庭 女孩父母第一关就不同意了 婆婆也着急了 听说村里谁家的男孩定亲了 他都要唠叨一番 过年前一个月 他就催着老公和儿子赶紧从外地回来 好让儿子去相亲 婆婆说 要是实在没办法 身体有点小毛病 也是可以接受的 婆婆还提前找了媒人 给儿子介绍了一个家里有遗传病史的女孩 儿子刚开始不知道 到女孩家里才发现 她有一个说话颠三倒四的母亲 女孩父亲忙里忙外伺候 家里乱作一团 女孩的态度也很冷漠 和儿子没聊两句就走了 后来没人告诉我们 女孩在听说了我们家的条件后 表示有异想 可以再聊聊看 儿子却不同意了 说她跟那个女孩没有缘分 觉得谈不来 不合适 公婆知道后 把儿子狠骂一顿 担心她过了这村没这店 以后打光棍了 怎么办 话敢话 儿子冲动地说 打光棍就打光棍 我劝公婆 孙子长得这么排场 又这么懂事 怎么会找不到合适的女孩呢 你现在给她找一个她不如意的 将来过得不幸福 要是分手了 怎么办 顶着一个离婚的头衔 更加不好找对象 儿子刚刚二十岁 又不是三十岁老光棍 公婆未免太着急了 表面上 公婆好像被我劝住了 实际上 我知道她们心里的担心 半夜还听见她们在房间小声讨论 这日 婆婆给我一个药瓶 说外面的药店买不到这种酱压药 请我帮她去县医院买点药 县医院离我家比较远 我急急忙忙 骑着电车出门 快到医院才发现 忘记带手机 口袋里也没有现钱 只好回去取 在小区门口 看到婆婆和一个我似曾相识 却又想不起来是谁的女人 鬼鬼祟祟的凑在一起 虽然心里感到奇怪 但是我也没有多想 就急忙拿了手机 又去医院拿药 吃过晚饭 儿子出去和朋友逛街 婆婆把老公叫到他们的房间 老公说有啥事 就在这儿说不一样吗 婆婆也没有言语 就是拽着老公的衣服 把她捞到房间里 不一会儿就听见老公低声发怒 不行 你就是说破大天来 我也不答应 当初她把我们害得这么惨 我永远都不会原谅她 何况 我现在有一个美满的家庭 我要珍惜她 说完 老公推门而出 婆婆紧跟着追出来 那你说怎么办 我的孙子什么时候能成亲呢 说一个不成 说一个不成 难道 要我的孙子打光棍吗 你要我们老高家 绝后吗 我问过健健妈妈 她说只要你离婚 她就可以为了孩子跟你复婚 婆婆说完 转头把目光投向我 牛牛妈 我知道你是个好人 你要为健健考虑一下 现在也没别的办法 健健妈愿意回到这个家来 这样 健健再去相亲 就不会有女孩嫌弃她家庭问题了 我求求你了 我给你跪下了 说着 婆婆泪眼婆娑的就要下跪 我忍住满心的悲凉 赶紧转向一边 这事太突然 你得容我考虑一下 再说 管我一个人同意 也不能成事啊 我扭头看向老公 老公赶紧过来搂着我 目光坚定地说 你放心 我不会离开你的 儿子的事 合着是两码事 我坚决不会同意 儿子突然进门 面色涨得通红 她对着婆婆大喊 奶奶 我就是这辈子打光棍 也不要她再回来这个家 我不允许 谁再拆散这个家 再说 谁说我这一辈子 都找不到老婆了 空气瞬间凝固 屋内一下静了下来 只听见钟表上 秒针滴答滴答的声音 良久 婆婆说 算她多操心了 黯然回屋了 后知后觉的我 此时才想起来 上午和婆婆见面的 那个女人 不就是渐渐的亲妈妈 怪不得似曾相识 婆婆老家的一个相册里 我看到有她的一张照片 婆婆故意把我支开 就是为了要和前儿媳联系啊 我躺在床上 翻来覆去 就是睡不着 我不怪婆婆 她也是病急乱投医 何况 老公是真心维护我 就是内心有点失落 有一半为孩子的婚事担心 有一半为了这些年的全心付出 被婆婆轻视而伤心 心情不好 我两天都没有睡好 每夜迷迷灯灯 熬到天亮 才昏昏沉睡去 早上 我正在补觉 门外传来敲门声 我眯缝着眼睛去开门 一开门 瞌睡清醒了大半 老公前妻 竟然拎着礼物上门了 趁女人一进门 就忽视我的存在 她自来熟的喊 见见 见见 儿子出来看见她 厌恶的挑起眉毛 你来干什么 我暗自看着 眼前这个努力表演的女人 劣质的粉底 也掩盖不了 她饱经沧桑的容颜 那一双浑浊的眼珠 不停地转动 她自顾自地 诉说这些年 离婚之后多么后悔 多么思念儿子 经历那么多的坎坷 情到深处 还流了两滴 鳄鱼的眼泪 老公不耐烦 还没等她表演结束 老公就踢溜着她拿的礼物 把她推出门 儿子扶我坐下 劝我不要生气 生恩 没有养恩大 我对她的好 她都记得 自从我来到这个家 她感受到了 前所未有的温馨和幸福 她知道 自己母亲不安好心 以后坚决不会和她联系 有了儿子和老公的强烈表态 我的心情也好了很多 这个女人真是死性不改 死缠烂打模式又上线了 没消停两天 她又来了 这次她没有进屋 就在小区楼下 用她尖利的那大嗓门腰喊 引来一群人为看 儿子和老公烦恼无比 要冲下去和她干账 我一把拦住他们 让我下去和她说 当着小区众多人的面 我不急不缓地说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打的什么算盘 你离婚以后 拿着十万块钱 找了个小白脸 钱花完没几个月 小白脸就无影无踪 接下来 你又找了一个老实巴交的男人 生了一个女儿 整天敲事 公婆气得与你分家 你和闲男人不挣钱 把男人赶出家 去新疆打工 只可惜 你男人在外面摔断了腿 成了残疾 没有了经济来源 你嫌麻烦 不想照顾她 正想抽身 我婆婆就找到你 跟你说了儿子的事情 你哪听到 我们家现在不错 巴不得呢 其实你是想摆脱 那个累赘的家庭 你说你想儿子 这十几年 为什么没有来看过她 一次都没有 她在哪里上学 你不知道吗 离婚的时候 你为什么只要钱 不选择带着孩子 现在日子不好过了 你年纪又大 又想打感情旗号 世上有那么好的事吗 这一切都是你自作自受 周围的人群瞬间对她指指点点 有的人还骂她 赶紧滚 女人的脸一阵白一阵红 最后狼狈离去 自从她上次来家里闹吼 我就知道 她这样的人 没有这么容易善罢甘休 就找邻居打听了她的经历 现在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揭穿她的牢底 估计以后也不敢轻易再来 事情总算告一段落 婆婆知道了前儿媳的所作所为后 后悔地直扇自己嘴巴 她埋怨自己 差点又一次引狼入室 我告诉婆婆 孩子的姻缘自有天定 顺其自然就好 不要过分强求 不要因为我们的无知 毁了儿子的一生 婆婆听了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表示不再干涉孩子的婚事 老公和儿子也向婆婆表示 会努力加油干 只要人品端正 努力向上 经济不成问题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俗话说 全家一条心 黄土都能变成金 还愁找不到媳妇吗 万事自有规律 不要为了所谓的结果 改变其中的过程 我们所能做的 就是尽力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